继续来收看九点新闻 打包食物是忙碌都市人解决三餐的一种方法 但是大量使用急用急丢的饭盒并不环保 本地有业者也做出独特的环保饭盒 通过增加食用的次数为环保尽一份力 记者黄霜喜报道 倒入滚烫的热水 热水不会滴漏 这类环保饭盒既防水又不沾油 不只能够用来装熟食 也能够用来储存冰冻食品 还可以直接放入微波炉弄热 清洗之后能够用上至少三次 打包餐盒的话是一个很大量的东西 而且如果每次是用一次丢掉的话是很浪费 当我们关的时候这个盖子是向里面转 它就直接的自己锁住了 不用说用rubble band或者是跟它粘在一起的 能够保温的能力还比较强 它能够保存温度 但是它的蒸汽会从这边跑出来 那么里面跟外面的这个air pressure是一样的 随着本地餐饮业越来越注重环保 业者估计今年环保饭盒的需求还会增加 产量将比去年的一亿五千万个来得多 目前生产环保饭盒的成本要比一般的塑料盒高出至少一成 甚至一倍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业者就想出了让商家在饭盒上拿广告的妙招 业者也指出生产环保饭盒的原料来自欧洲国家的可持续森林 也就是每砍伐一棵树 就会种植七棵树苗 以确保树林遭破坏的问题 我们往往就会联想到环保 现在忙碌的都市人解决三餐的一个方法 就是到时隔或是餐厅打包 而大量使用急用急丢的饭盒却并不环保 本地就有业者研制出了独特的环保饭盒 通过增加使用的次数为环保来建议分立 记者黄双喜报道 倒入滚烫的热水 热水不会滴漏 这类环保饭盒既防水又不沾油 不只能用来装熟食 也能用来储存冷冻食品 还可以直接放入微波炉弄热 清洗后能用上至少三次 打包餐盒的话是一个很大量的东西 而且如果说每次是用一次丢掉的话 是很浪费 当我们关的时候 这个盖子是向里面转 它就直接的自己锁住了 不用说用热水盆 或者是跟它粘在一起的 能够保温的能力还比较强 它能够保存温度 但是它的蒸汽会从这边跑出来 那么里面跟外面的这个 这个空气是一样的 为了让环保饭盒更环保 最新的设计呢还包括了 将这个饭盒的一角设计成汤匙 又或者是餐刀 这么一来呢就能够减少这个塑料餐具的使用量 随着本地餐饮业越来越注重环保 业者估计今年环保饭盒的需求还会增加 产量将比去年的一亿五千万个来得多 目前生产环保饭盒的成本 要比一般的塑料盒高出至少一成 甚至一倍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业者就想出让商家在饭盒上打广告的妙招 业者也指出生产环保饭盒的原料 来自欧洲国家的可持续森林 也就是每砍伐一棵树就会种植七棵树苗 以确保树林遭破坏的问题不会加剧 新传媒新闻记者黄霜奇报道 一些产品的品牌 这些什么근데 工人在组合上金融牌 提搏下纸货又会发布 卖 ti得到别的 可以重新线 软件 温度 两倍 作出台上、别长 Люб LI 全体的房子 sauce keep the food warm with growing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more Singaporeans are catching on to the idea more than 10 million boxes were sold locally last year but producing these lunch boxes do not come cheap so to help cut down costs for buyers the box is currently used as an advertising tool we invite corporations with with CSR's with advertising to be printed on 继续来收看九点新闻 打包食物是忙碌都市人 解决三餐的一种方法 但是大量使用 急用急丢的饭盒并不环保 本地有业者也做出 独特的环保饭盒 通过增加食用的次数 为环保尽力奋力 记者黄霜喜报道 倒入滚烫的热水 热水不会滴漏 这类环保饭盒既防水又不沾油 不只能够用来装熟食 也能够用来储存冰冻食品 还可以直接放入微波炉弄热 清洗之后能够用上至少三次 打包餐盒的话 是一个很大量的东西 而且如果每次是用一次丢掉的话 是很浪费 当我们关的时候 这个盖子是向里面转 它就直接的自己锁住了 不用说用热水盘或者是 跟它粘在一起的 能够保温的能力还比较强 它能够保存温度 但是它的蒸汽会从这边跑出来 那么里面跟外面的 这个空气是一样的 随着本地餐饮业越来越注重环保 业者估计今年环保饭盒的需求 还会增加 产量将比去年的 一亿五千万个来得多 目前生产环保饭盒的成本 要比一般的塑料盒高出至少一成 甚至一倍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业者就想出了 让商家在饭盒上拿广告的妙招 业者也指出 生产环保饭盒的原料 来自欧洲国家的可持续森林 也就是每砍伐一棵树 就会种植七棵树苗 以确保树林遭破坏的问题 不会加剧 to buy advertising space on them to subsidize the cost takeaway lunch boxes are getting a new green and look made of paper with waterproof lining these boxes are recyclable unlike styrofoam which is non-biodegradable besides green benefits these boxes are also microwavable and once washed can be reused at least three times pressure release valves also keep the food warm with growing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more Singaporeans are catching on to the idea more than 10 million boxes were sold locally last year but producing these lunch boxes do not come cheap so to help cut down costs for buyers the box is currently used as an advertising tool we invite corporations with CSRs with advertising to be printed on boxes like this and they help subsidize the cost by then we are able to sell at a lower price to the vendors 网餐与讨论而说到数目我们往往就会联想到环保 现在忙碌的都市人解决三餐的一个方法就是到时隔或是餐厅打包 而大量使用即用即丢的饭盒却并不环保 本地就有业者研制出了独特的环保饭盒 通过增加使用的次数为环保来建议分立 记者黄双喜报道 倒入滚烫的热水 热水不会滴漏 这类环保饭盒既防水又不沾油 不只能用来装熟食 也能用来储存冷冻食品 还可以直接放入微波炉弄热 清洗后能用上至少三次 打包餐盒的话是一个很大量的东西 而且如果说每次是用一次丢掉的话是很浪费 当我们关的时候 这个盖子是向里面转 它就直接的自己锁住了 不用说用rubber band 或者是连在一起的 能够保温的能力还比较强 它能够保存温度 但是它的蒸汽会从这边跑出来 那么里面跟外面的这个air pressure是一样的 为了让环保饭盒更环保 最新的设计还包括了将这个饭盒的一角设计成汤匙 又或者是餐刀 这么一来就能够减少这个塑料餐具的使用量 随着本地餐饮业越来越注重环保 业者估计今年环保饭盒的需求还会增加 产量将比去年的一亿五千万个来得多 目前生产环保饭盒的成本 要比一般的塑料盒高出至少一成甚至一倍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业者就想出让商家在饭盒上打广告的妙招 当人家登广告的时候 我们已经收了广告费 那么这个剩下的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消费者肯定不用担心说 因为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广告放在这边 就要付更多的钱 业者也指出生产环保饭盒的原料来自欧洲国家的可持续森林 也就是每砍伐一棵树就会种植七棵树苗 以确保树林遭破坏的问题不会加剧 新传媒新闻记者黄双喜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